由于游戏中的那些隐藏细节 其实从一开始就暗示了大爷的身份 所有玩家在清醒后全蒙住 只有大爷在仔细地查着数 生怕漏掉一个 而在木头人环节一群人被机枪扫射时 大爷不但一点不害怕而且满脸微笑 警察小哥翻到今年的档案时 第一页是002号 根本就没有001号的身份 所以结尾大爷的统治者身份并不奇怪 那么他为什么一定要亲自参加游戏呢 除了大爷在结尾自己交代的原因外 另一个就是控场 墙上的话暗示了一共有6关 那么每一关都要留下足够的人数 而最难控制人数的就是第一关木头人 所以在第一轮机枪扫射后 大爷率先做出示范 后面的人才会跟着学 这样才能保证一半的人过关 也就是大爷最开始查出的原因 那么大爷是如何自保的呢 在第一关机器人检测时 从第一视角就可以发现 扫描一可以扫描所有人 唯独没有大爷 而在第二关中 大爷拿到了高难度的五角星糖饼 一个眼神不好的老人 颤颤为威廉针都拿不稳 怎么可能完成任务呢 所以很大可能是大爷的糖饼是定制的 在下一关拔河中 大爷告诉了所有人拔河办法 这时候你注意看胜利后的镜头 所有人的手链都绑在绳子上 只有大爷的被胳膊挡住 说明大爷的手链做了手脚 即使拔河失败 大爷也能在最后逃生 其实第三关结束后 人数很好控制了 目前只剩三四一人 大爷便开始用尿床的方式来装病 下一关两人一组一定会剩下一个 那么按道理没有人会选体弱的他 到时候他也可以合理的退出 但他低估了人性 没想到男主会邀请他当搭档 于是大爷决定再赌一把 剩下一个单独的女孩捡了条命 而在玻璃球关卡中 大爷故意输给了男主 因为他知道必须要输 不然下一关踩玻璃 就算不死也会露线 这样会导致以公平为主题的游戏 不再公平 由于游戏中的那些隐藏细节 电影其实一开始就告知了 所有人第一关的游戏内容 还记得极其娃娃的口号吗 再来听听参加游戏时的街头暗号 而男主一开始也有选择的机会 还记得孔流让男主选的颜色吗 正好对应游戏者和管理者的身份 如果男主选了粉色 他就会被抓去当打工人 走不一样的人生 为什么第一届由于游戏从1988年开始 因为当年正是金融危机的末期 流离之所无家无宴的人太多 可以见到最邪恶的人性 在电影中明确提到过这么一句话 韩国的游戏游戏举办的最成功 言外之意其他国家也在举办 极大可能第二步会串联到其他国家 装尸体的盒子为什么是礼物盒呢 其实这就是警察哥哥当反派老大的细节 剧中多次透露警察哥哥有个一模一样的礼物盒 当年他成了游戏的胜利者 而组织者001号为了体验游戏乐趣 邀请他成为新的组织者 装尸体的盒子就是他成功的见证 反派老大真的杀了自己的弟弟吗 其实他一直在演戏 还记得他在手下追弟弟上岛吗 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开枪打爆氧气瓶提醒弟弟快跑 在被红衣手下发现后 才不得已打中弟弟的肩膀 弟弟这一条主钱应该是下一步的重点 第九集最后特别提示了 韩国家庭负债率世界第二 太多人像男主一样没工作还还不起房贷 先不用可怜他们 猜猜第一是谁呢 下个视频说一说为什么男主扰了红发还要继续参加游戏呢 由于游戏中的隐藏细节 456亿韩元约等于2.4亿人民币 足可以忘记所有烦恼 那么男主为什么不但不花 而且选择继续参加游戏呢 首先有个疑问 由于游戏到底结没结束 其实不但没有结束 而且才刚刚开始 男主拿到银行卡取钱的时候 很多人以为这是游戏方的银行卡 直到一年后银行经理找到他 告知他的银行卡太低端 456亿韩元没有任何利息 可见游戏方的势力有多么的大 巨额资金能轻松洗白并交易给他人 当男主再一次接到卡片 接到老人时 注意听老头的第一句话 一年多了你都没碰那笔钱 到底是为了什么 由此可见 只要你参加了游戏 就无时无刻的会被监视 即使你是胜利者 老头和贵宾希望看到穷人一夜包袱后 人性会变得扭曲和不堪 这才是每一期游戏游戏的终点 可惜在男主身上失望了 于是老头把他找回来 再赌一把人性 还记得男主刚打到前后 天空上有什么吗 正是红色十字架 也欲复活与救赎 这也是他为何染红色头发的原因 而他选择再次参加游戏 是为了救赎更多的人 让他们去主动投票放弃游戏 但理想并不是现实 如今的管理者 很可能做过和男主一样的事 最后看到人性并成为了管理者 下个视频说一说这部剧的终极演语 由于游戏真的只是一部揭露人性的电影吗 导演为了拍摄这部剧 连牙齿都累掉了六颗 这不让全球人为之疯狂的剧 到底在演语什么 剧中如果按阶层划分大概分三类 参加游戏的参赛者 以黄人号为首的管理者 六位戴着面具的观察者 而061号周雪云这几个阶层之间 如果把游戏阶层和如今韩国社会对比会得到什么 赛赛者等于底层打工人 管理者对应韩国的管理系统 而001号对应韩国财阀 那么六位戴面具的观察者对应谁呢 如果你仔细观察 他们的交流全部用英语 而动物的头像分别是 狮 熊 龙 牛 鹿 豹 其实每个面具人都暗指一个国家 还记得美国电影开头是什么吗 而狮子又站在C位 当然暗指美国 熊暗指战斗民主俄国 其中龙最明显 不但穿着中山装 还说了一句话 好与之时节 剩下的牛鹿分别对应鹰法 所以五个面具人对应武昌 鹰法 美中俄 那么第六位豹是谁呢 先看他在剧中做了什么 先是押注的玩家上吊自尽 又对警察小哥不怀好意被打晕 曾有个国家想多次加入武昌被一票否决 很明显就是阿三 纵观整部游戏 韩国打工人在底层拼杀 受益者却是001号以及五个面具人 正和如今的韩国社会一模一样 打工人遵守规则真的可以胜利吗 记不记得第六关 一个30年的玻璃厂工人用自己的支持 几乎就要走上了人生巅峰 只因上面的一句话就改了规则 财阀们纷纷讲公平 但事实真的公平吗 再来说说出经率极高的韩美女 其实出名字就能轻易看出 这就是在掩语韩国女星 不惜用自己身体混来和黑老大一队的机会 但结果呢 下一场游戏果断被抛弃 是不是对应谋求上位女星们的结局 张子言留下230页遗书报复经济公司 韩美女自己前也要拉着黑老大垫背 当然这只是冰山一角 警察弟弟和哥哥互相开枪 是不是在演喻南韩和北韩本是同根生 剧中还有大量演喻老民还没看出 但总体来说这部剧的质量太高 却不是表面的那么简单 由于游戏中的四大漏洞 一 手机电量 警察小哥当卧底时带进去了个苹果手机 如果没看错的话应该是SE系列 房间里给过镜头了 没有任何可能充电的地方 第一天它只剩50的电量 接下来的几天小哥每天都要写日志 甚至威胁大佬时 不但要拍摄还要录下大佬的话 最后逃跑传出文件打电话后 在没开低电量模式的情况下还剩12的电量 这续号能力还以为再给苹果打广告 二 鸡蛋里拆纸条 医生帮忙摘除身体内脏 作为回报管理员给他下个游戏线索 注意看这适合整个的鸡蛋 而纸条却藏在蛋黄里 这根本不符合现实 三 投票终止游戏 在前四关为什么没有人终止游戏 因为存活概率在50%左右 只要运气不是特别不好 还是有机会的 但在玻璃桥上傻子都知道存活率可能不到10% 前面的人甚至必死无疑 那么为什么不投票放弃呢 四 男主的人设 这是剧中最大的bug 明明是个毒狗 却在游戏中充满善良和爱 偷妈妈的社保金去赌 滚前妻的丈夫要钱还打人 甚至连女儿的礼物都是赌来的 人物塑造的太过矛盾 抖晕